梁國雄議員 這個問題你不用擔心 我們也有同事會問這件事 因為我習慣了做立法會 我知道你習慣了 不過我要提醒你 這是你發的意見 第二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因為呢 今天出事就是 組裝合成 組裝合成啟程村那裏有事 那你們的報告呢 查了 有多少做這些事情的事情 有元帥的影響 你都未做得到 第一 第二 你就說這個是先進的概念 所以你不來 那我想問 我們這麽多議會的人 怎麽能夠了解這件事呢 那這個公聽會還有什麽意思呢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在法例上 就是修訂第25條 放寬規例的權力2A那裏 B有一個只有兩個字 叫水質 那坐在對面的黃碧雲議員 和邵交輝議員 我以前的同事都在那裡咬得很厲害 那麽多人坐在那裏 你說水質說不到 第一 即是你自己不知怎麽去監管 第二 現在坐在那裏那麼多 有機會被你罰 有機會傾家蕩產的人 都不知道你的水質是什麽 麻煩你講講一下 這就是一個關鍵問題 主席 講了半天 水質是重心 是保障香港人飲水 包括我們在內 即是立法會議員在內 我不是啦 現在 那這個水質的定義 人家爭拗了這麽久 是用什麽標準呢 怎麽樣界定呢 黃碧雲議員 黃碧雲議員 講了這麽多 邵交輝議員 講了這麽多 都爭拗 喂 你現在真是 你今天講講 行不行 即是 主席經常都教我 怎樣 問事 第一 你解釋一下 你為何不派人來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些水喉醬 他怎麽都要 upgrade 我先不要講 這個責任是他們的責任 還是政府的責任 你搞了這麽久 現在 一日就抓他 他要揹著 其實他是沒有適當的訓練 第二 我現在用回這個 相同的準則問你 喂 你做了水務局這麽久 林先生在哪裏 他是律師來的 水質的定義是什麽 你沒有跟我說 我講歐文 我主席 我真的強烈這樣講 你去監管人的時候 你自己搞不定水質的定義 又說 我不會派代表來 因為那個是最先祝的概念 啟程村的經驗 是做了 我沒有辦法回答 那你開這個工廷會來做什麽 我一早搭車來的 大佬 麻煩你講講這兩件事 要不然怎麽對得住 他現在不會講的 這個不是你四分鐘可以給他一點時間 不過你放心 我們其實所有與會者來講的意見 我們都希望政府 今天答不到 今天答不到都會 書面給我們的同事 那麼 梁國雄先生 你是已經用完你的時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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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